大家好,我是Cindy Dan Cornestone名下一位地產顧問 我加入了Cornestone大約一年 其實我已經有十多年的經驗在地產物業 因為之前我是跟發展商打工的 加入Cornestone第一 第一,我打算升上我的舒適狀 每個人都有一個目標 我目前為止是賺多點錢 真的可以賺很多錢 在Cornestone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如果遇到甚麼問題或難題的話 我們的領袖會跟我們分擔和分解 好像有一陣子 我有一位客人很喜歡一間屋 那間屋也不少錢 他就去銀行拿貸款了 但不幸之中 貸款就被拒絕了 我真的很想幫這個客人買到他喜歡的Dream Home 我便問我的領袖 Mr. Wong Mr. Wong,我有這樣的問題 我的客人不能借付款 怎麽好? Mr. Wong便便說 OK,你給我一天時間 我幫你問一下 我幫你解決 那,問題 第二天呢 我便收到電話 Mr. Wong介紹的 Loan Officer 就說 OK,Sindy 你的客人的Loan Approve了 然後他的Margin 還好 Interest也很低 那我就帶這個好消息 給我客人知道 我客人聽到他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這間房子 他亦都很感恩 很感謝 我們可以幫他解決到這個問題 那你問我在Cornstone開不開心 那你看看我的樣子開不開心 當然開心 有這麼多Partner 一起令就又很好人 最開心的就是 一大群人一起向著目標 都很纯准 背後的支援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這些全部Cornstone都給我 我當然是開心了 還有最開心的就是賺到大錢了 成為一位地產顧問之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決心 你要有目標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和一個目標的 就是學周星時華齋 如果你沒有夢想的話 你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呢 向著目標前進 你就會成功的了 Cornstone其實不是只有一間公司那麼簡單 它在地產界很穩定的了 所以我在Cornstone我覺得很驕傲 希望你們都可以成為我們家庭成員之一 希望你們都可以成為我們家庭成員之一 這次應該是建設的 然後我和一條鹹魚都可以成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